在遥远的大海深处,有一个神奇的海底王国,这里住着一群可爱的海洋生物,今晚,我们要一起探访这个充满奇迹的地方,太阳悄悄地下山,渐渐昏暗的海底世界开始闪烁着微弱的蓝光,小海马们在水草中嬉戏,蝴蝶鱼在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,仿佛在跳舞一般,一阵微风吹来,传来浅浅的海浪声。 那是一群小海豚在海面上轻轻地细水,他们开心地跳跃,留下一道闪亮的波纹,照耀着整片海底,在海底城堡的一个小角落,有一个友善的海龟老爷爷,他总是悠闲地游异着,将自己的智慧传授给小鱼儿们,今晚,他要讲述一个特别的故事,很久很久以前,有一只小海豚叫做悠悠, 他喜欢冒险,总是在大海中四处游走,有一天,他发现了一片光亮的珊瑚礁,上面散发着五光十色的光芒。 悠悠静静地游向珊瑚礁,发现那里有一个神秘的大贝壳,当他打开贝壳时,一阵柔和的音乐响起,堂浮是海洋的乐章,悠悠被这美妙的音乐深深吸引, 他决定与其他海洋生物分享这份礼物,悠悠回到海底城堡,与小鱼儿们分享他的冒险故事,大家听后都感到非常兴奋, 纷纷表示想一起探险寻找那片神秘的珊瑚礁,于是,小海马,蝴蝶鱼,海龟老爷爷和其他海洋生物们一起组队,踏上了一场奇幻的冒险。 他们游过五光十色的珊瑚礁,发现了许多美丽的海底花园和奇异的生物,在冒险的过程中,大家互相帮助,共同克服了一些小困难,也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, 海龟老爷爷不时地给大家讲述一些海洋的神奇故事,让小鱼儿们更加融入这个美好的海底世界,随着冒险的深入,天空中的星星开始闪烁,月亮慢慢升起,海洋生物们在微光中欢笑着, 庞复整个海底世界都沉浸在平静的氛围中,最后,大家回到了海底城堡,感受到了一天冒险的喜悦。 海龟老爷爷宣布,从今以后,每天晚上都会有一场美妙的音乐会,让大家在音乐中入睡,享受平静的夜晚。 小海马,蝴蝶鱼和其他海洋生物们都非常开心,它们靠在一起,聆听着美妙的音乐,渐渐进入梦乡。 海龟老爷爷轻轻合上眼睛,守护着这片平静的海底王国,在深夜中,海底城堡中只剩下微弱的蓝光和柔和的音乐, 大海也在沉睡中悄悄流淌,与每一个小生命共同进入梦的海洋。 晚安,海底王国,晚安,小朋友。